美国空军探测到了一次太空意外事件 为何美国人会表现得如此强势 为何欧洲航天局忍气吞声的紧急变轨 必让美国卫星 太空中的卫星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 未来太空中的卫星撞车事故 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日前美国同欧洲的卫星就差点发生了撞车事故 好在欧洲航天局忍气吞声紧急变轨 避免了这场事故 据媒体报道 在一周前 美国空军就探测到太空中 各国卫星飞行轨迹上的一场 发现欧洲航天局的风神气象卫星 同美国一家技术公司的星列四四卫星 如按照既定的轨道飞行的话 将可能发生撞星事故 美国空军立马通知了欧洲航天局和美国技术公司 欧洲航天局立马联络了美国技术公司 有意思的是 该技术公司向欧洲航天局强势表态 他们没有打算改变星列四四卫星飞行轨道 意思就是说 如果欧洲航天局部队风神卫星不改变轨道的话 撞就撞了 欧洲航天局被逼无奈 毕竟一颗风神气象卫星价值数亿欧元 不能这么说撞就撞了 只能忍生吞气的变轨必让 这才让这次事故消于无形 事后美国技术公司遭到了指责 该公司解释 美国空军只是说有可能撞上 不是必然撞上 因此他们不打算做任何改变 事后在美国人的甄选之下 欧洲航天局也无奈表示 双方都没有过错 但是在全球观察人士的眼中 美国人将他们的霸道已经延续到了太空之中 而美国技术公司被指责他们发射的星链系列卫星 是部署在太空中的地雷 此次欧美卫星相遇还只是刚刚开始在太空的撞星事故 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这家美国技术公司计划在太空中发射一万两千颗星链卫星 目前仅发射了六十颗 六十颗就造成了这样的偶遇 未来一万两千颗全部发射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场景 全球的卫星都要为美国人让道吗 或许这真的有可能 美国人已经成立了太空军 意图也很明显 就是他们要将他们在地球上的霸权延续到太空中 法国人似乎也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也宣布了要成立太空军 这样看来太空大战已经不是纸上谈兵了 而是即将上演的现实